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绿洲》 这是一部韩国的电影,也曾在多个电影节中获得了大奖 和其他影片不太一样 《绿洲》里面讲述的是一对身体上有些许残疾的人恋爱的故事 主题上表现得有些沉重 但是它对我们却有很大的意义 影片是以红中都从牢内被释放为开始 她回到家中却被哥哥和嫂子嫌弃 虽然哥哥和嫂子十分的嫌弃她 但是红中都的母亲见到她重新回来的确是十分高兴 也许是对于当年的交通意外事故心存愧疚 红中都买了些东西,一个人去拜访当年受害的那一家人 可是红中都去拜访之后 只看到了当年被她撞死的人的女儿韩公珠 韩公珠是一个脑麻痹患者 并且她的脑麻痹程度已经到了中度了 韩中都见到了韩公珠之后 一时惊慌了神,却被她深深吸引了 这个时候,韩公珠的家人回来了 听红中都说完了自己的来意之后 生气的直接把她赶了出去 被赶走的红中都心里十分难受 同时也十分的思念韩公珠 也许这个时候,韩中都已经爱上了韩公珠 她心里从此有了希望 抑制不住心里的爱意 红中都又去韩公珠的家里找她 不过韩中都这次竟然想去强奸韩公珠 韩公珠看到这个情形立即反抗 之后还被红中都给弄晕了 红中都内心还是善良的 她见到韩公珠晕倒之后 把她扶到一边,然后离开了 因为从来未曾被人重视过 韩公珠开始对这个企图欺负她 但又放过她的男人注意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红中都又来找韩公珠了 她给韩公珠说了很多自己之前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在聊天过程中,红中都和韩公珠都十分的开心 两个人的感情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不过在两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 煞风景的韩公珠家人回来了 红中都只好悄悄地离开了韩公珠的家中 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红中都把韩公珠也带了过来 她想把韩公珠介绍给自己的家人认识 但红中都的家人都很嫌弃韩公珠 这个时候红中都也了解到 自己当年原来是替自己的哥哥坐的牢 这个消息让她十分恼火 某次红中都和韩公珠正在为爱鼓掌 没想到许久没有出现的韩公珠家人来了 非说韩中都是强奸犯 韩公珠心里十分着急 在警局不停地大闹表示反抗 可是这也都被理解为受到侵犯产生的刺激 心里一直挂念爱人的红中都十分不安 因为韩公珠每晚都很害怕 窗外树枝投进屋子里的阴影 于是红中都趁着警察不注意跑出了警局 把韩公珠窗外所有的树枝都给砍掉了 这时警察也感到韩公珠口不能言 只能奋力地把声音机推上窗台 与爱人完成了只有他俩才能懂得交流 最后红中都还是进了监狱 韩公珠又变成了无人照顾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 常人所理解的浪漫的爱情 好像只限于正常人之间 为什么与身体有残疾的人谈恋爱 就不算爱情了呢 他们的爱情好像就应该被阻止 而这种阻止他们的行为 也许还被人所认为是正确的 爱情里面无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喜欢与否 虽然影片最后的结局是不幸的 但是对于红中都也许是一种幸运的事情 因为他在心灰意冷的时候 遇到了可以让自己的心重新燃起希望的人 而韩公珠也算是幸运的 因为他有红中都爱着他 关心着他 他的心也不再如当初那样冰冷了 爱情里没有对错 爱情对于相爱的两个人都会是美好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